橘色火光点亮黑夜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 黎巴尼真主党11号深夜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约30枚火箭弹 炮弹落在空旷地点没有造成身亡 不过真主党表示目标是以军第146后备议事总部 而同一阵线的伊朗国安委员会议员阿德斯塔尼则表示 对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遇刺身亡 伊朗将出其不意地做出报复回应 对以色列的空中行动甚至可能持续三到四天 对此美国物价大厦12号表示 以下令在中东部署一艘导弹潜舰 并指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加速在中东的部署 其实美国核动力潜舰乔治亚号早在7月就已经驻守地中海 但公开宣布潜舰部署就美军而言仍然相当罕见 而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遇袭和真主党军事最高指挥官舒库尔都遭到击毙 让伊朗和真主党勃然大怒 伊朗也暗示代理人届时绝对会加入攻击 而且规模将大于4月的行动 至今尚未平息的加撒冲突恐怕将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中东大战 记者综合报道